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今天我要教大家米星星所cover 來自Modern 5 Sugar的最後一個段落 副歌的段落該如何彈奏 在副歌的段落中你可以從歌曲裡面聽到 歌曲中鼓的節奏其實跟主歌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也是這樣子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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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因為我們已經來到了副歌 那如果再用一樣的節奏的話 我自己本身會覺得 同樣的節奏再一直下去會顯得有點無聊 所以我希望能夠加一點層次進去 我想到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在原本鼓組的節奏下 在空拍的地方 也就是原本休止符的地方 加入我們的節奏 加入Tap點擊的方式 那麼用一個比較輕的節奏去把我們的空拍給補起來 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我們除了可以聽到原本應該要有的節奏以外 我們透過Tap輕輕點擊的方式 還可以讓我們的整個節奏聽起來 是一個比較滿的狀態 那麼在加入點擊的動作之前呢 我們需要先注意一下 有哪一些地方是空拍的狀況 那麼如標示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空拍的地方其實很少 只有第三拍的正拍還有反拍 接著是第四拍的反拍 那麼第三拍我找到的點擊方式 是這個樣子的 它其實就跟我們普通吉他打板的動作 是一模一樣的 用我們的大拇指 往我們的弦上面做打擊的動作 第三拍的反拍其實很簡單 我們左手做悶音的動作 那麼右手我們剛剛已經做了一個打板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只需要再往外勾 它就會有另外一個節奏的效果 所以第三拍正拍反拍是這個樣子的 接著第四拍我們先看一下正拍的動作 正拍的動作是一個小鼓往下 所以第四拍的反拍我們可以很直接的 用我們的手指頭做往上勾弦的動作 所以第四拍是這個樣子 所以第三拍接到第四拍就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就讓我們全部彈奏一次吧 1 2 3 4 3 4 7 5 4 4 5 5 6 5 5 5 6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